您没有看错 卫福部基隆医院副院长陈维达和营养师林玉婷以及杨秀宇 端出色香味俱全的串烧 还没有烤就已经让人食指大动 这也不是医生和营养师斜杠人生想要卖起串烧 而是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许多民众都会和家人或好朋友们聚在一起烤肉赏月过节 卫福部基隆医院则是鼓励民众可以试试看 兼具高鲜高钙抗氧化的地中海串烧 更独家推出了宁香鲑鱼串烧 望来嫩鸡串烧 以及适合吃素民众享用的鲜酥豆腐串烧 三种口味 多了美味和健康 减少过多油脂跟胆固醇的负担 失智症的饮食研究里面 大部分最推荐的也还是地中海饮食为主 所以其实各位可以把这个讯息 传递给这个民众 我相信民众会知道说 尽量吃食物的原型 不饱和脂肪酸占比比较多 然后红肉偏少 或加工品变少 这样子就是基本上比较符合我们健康保养的原则 今天设计的地中海串烧 主要有六个特色 我们选择了多元态 多蔬果 以及多色彩的食材 来进行设计 那可以得到的就是我们 富含优质蛋白质的串烧 并且甲含量是比较高的 纳含量是比较低的 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保护的功能的 好 首先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 旺来嫩鸡串烧 所需的食材包含 凤梨 鸡胸肉 青椒 茄子 还有蒜苗 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使用到了非常丰富的蔬菜来源 各种颜色都有 尤其是当中的凤梨 凤梨它因为本身但有酸甜味 所以跟鸡肉一起烘烤的话呢 吃起来会更加的鲜美 而且还可以减少调味料的使用 滴纳膏甲是更为健康的 那么第二种串烧呢 是海鲜 是明香鲑鱼串烧 使用的食材包含 鲑鱼 小干切 洋葱 黄椒 还有乳笋 那这个串烧呢 它的特色就是颜色非常的丰富 不管是绿色 黄色 红色 白色 都是有的哦 我们刚刚有说到 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啊 它当中的植化素是不一样的 因此你吃了这一串串烧 就可以摄取到 非常多种的植化素种类 还可以帮助抗氧化 那有些人呢 会担心鲑鱼啊 比较有海鲜独有的腥味 那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一些黑胡椒 鲜香料 或者是柠檬来进行提味 针对素食的族群设计的 素食者也可以吃的 鲜酥豆腐串烧 使用的食材包含 板豆腐 海苔 香菇 红椒 秋葵 以及玉米 笋 这个串烧的特色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使用素食者 非常重要的两个食物来源 就是菇类 还有藻类 菇类当中啊 是富含维生素D的 那么藻类呢 当中富含维生素D12 对于素食者 都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那因为板豆腐当中啊 也是非常好的钙质来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份串烧 两串的钙质 就高达了将近200毫克哦 那以上介绍的这三种串烧啊 取得食材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一串都不到100大卡 营养师也建议民众 许多长辈都有牙口不好的问题 因此可以采用 天然的凤梨心榨汁 来腌制鸡肉和猪肉 让肉体更软嫩 方便长辈咀嚼享用 另外营养师也推荐 可以用天然的柚子 调制成柚香烤肉酱 可以吃得更健康 心动不如行动 今年中秋烤肉不妨试试看 基隆医院力推 兼具美味和健康的地中海串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